雷哥這25年的籃球生涯真的辛苦你了 在這邊要先為台灣籃球感謝你的武士的貢獻 然後接下來我要感謝你 我很慶幸在13歲的時候在國中的時候就跟你一起當隊友 然後也感謝你為我帶來國中以及高中的三個冠軍 因為我自從跟你不打不同隊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打過冠軍了 其中有好幾場都是你害的因為對到底我們都輸 但是我還是要感謝你 因為謝謝你帶給我了那麼多無數的回憶美好的回憶 那我相信在退下球衣以後你的籃球下半場 我相信還是一樣會像你以前一樣在球場上無所不能 飛天遁地加油喔愛你 雷哥在這屬於你的日子很可惜沒辦法到現場 會你分享這份榮耀 我們創造的奇蹟我們的回憶在我此生很難以忘懷 很榮幸當過你的隊友 你是我最好的學長你是最好的好隊友 往後你的日子也像也能像在籃球的戰一樣發光發熱 我只能說台灣籃球有你真好 誒 天壘 知道你要退休了 然後呢 雖然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我也挺開心 是因為我覺得你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身為你的隊友 然後很懷念以前曾經作戰的那個時候 那我希望你們能夠繼續為台灣的籃球再加油 然後把你的技術跟精神延續下去 加油 天壘 積極一點不然揍你喔 雷哥 那知道你要退休 其實之前也有跟你討論過 那也不知道是這麼的快 那這幾年台灣藍壇裡面有你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跟你當隊友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呢跟你認識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從敬達欣那你也是一直像大哥一樣 然後你也是一直照顧著我 那希望你呢 在退休之後 是能夠跟你打球一樣發光發熱 那也是祝福你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會一直支持著你 黑哥 恭喜你踏出離開球場的第一步 那身為一個踏出球場的過來人 給你一些以下的提醒 首先呢注意飲食 常常退休之後 飯量還是比較大的話 就會像我之前一樣 直接胖10公斤上去 但是我相信以你現在非常精實的身材 你應該多多保持 再來呢 多花點時間 陪陪家人 那甚至在你的新的工作上面 多做嘗試 然後多方的去學習 我相信你在踏出球場的那一天 一定會相當的感傷 相當的相當多的淚水 但是那一夜完了之後 你就是全新的開始 你應該抬起頭 然後保持著微笑 保持著開朗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你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那我相信我不用跟你說加油 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在這邊也為你感到開心 也希望你能夠繼續努力 那為了各自的未來 各自家庭的未來做最好的打拼 聽說你要退休了 那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 跟球迷一起慶祝 那那然後 在這裡祝你實事順心 家庭美滿 顏叔叔祝你退休順心 家庭美滿 掰掰 好雷哥 謝謝你在打星的十年當中 照顧我然後教我 然後很很懷念 在打星跟你奮戰的時候 然後也知道你要退休了 很多東西 短時間沒辦法跟你講 但是真的很謝謝你 然後希望你退休生活 一切都順利 也祝福你家人 身體健康 然後有機會 我們大家一起打星的 一起再聚一聚吧 愛你喔 我仍然在台北比賽 所以我雖然很想去參加 但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只有在這時祝福 田園的好人員 田園對籃球的熱情 我希望 他退下球衣的時候 接任了另外一份的重要職務的時候 能夠跟他的好朋友 迪士傑啦 曾文鼎啦 這些黃金一代的球員 能夠好好去把我們台灣的籃球 再做作業改變 讓我們台灣籃球 能夠更能發揮更上一層樓 加油 田磊我是立群哥 恭喜你進入到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無論如何 加油 雷哥 辛苦了 很榮幸能在你生涯的尾段 這幾年跟你一起共事 我覺得這是我們 彼此之間最美好的回憶 當然 能參與你的退役戰 還有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可以變成 另外的合作夥伴關係 這是我最期待的 也希望你好好的 享受退休後的生活 辛苦了 謝謝你為台灣籃球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們近在不言中 球場見 很開心也很榮幸 可以在中華隊的幾年 跟田磊在一起打球 那雖然我們平常都是在不同的球隊 但特別的珍惜在中華隊的這段期間 除了在球場上的配合 非常的愉快 然後更開心的是 田磊私底下的幽默 田磊在哪裡 那這個地方一定都是會充滿歡樂的 那 田磊絕對是近幾年來 當家中鋒4號位最優秀的選手 我想 如果雷哥他說他是第二名 絕對 很少有人敢 除了說他就是第一名 那也祝福他在未來的路上會順順利利 那跟他一樣在籃球場上一樣大放光彩 雷哥加油 祝福雷哥退休之後能夠好好的當個好爸爸 照顧兩個小朋友 同時能夠在籃球之外 退休以後找到自己事業的第二春 雷哥辛苦了 希望你就是可以好好的就是休息 接下來的路就是重新出發 然後希望你可以有很好的身體 希望你可以一切順利然後開心 雷哥退休快樂 希望你在往後人生都可以一切順利 雷哥知道你就是今天你已經要退休了 那我其實滿滿的不捨啦 因為跟你當隊友戰友 然後也一起對抗 已經努力了爭戰所有大大小小的比賽 20年左右了 那今天知道你要退休 那你在這邊祝福你 然後人生新的篇章 然後跟順順利利 然後能夠紅成萬 恭喜啦 雷哥 我很開心我在籃球這條路20年 有你也在這20年當中我們是一起度過的 然後我也無法想像 如果這個籃球圈這20年沒有你的籃球圈會是怎樣 所以我不僅是我自己 我也真的是代表所有喜歡籃球的這20年的朋友 謝謝你 就是台灣籃球有你真好 然後我更要謝謝你 因為我曾經也在想如果我退休的時候怎麼辦 我也緊張 還好你先示範給我看 原來一切不那麼可怕 那希望你在退休之後的日子 就是全家平安健康 然後自己也開開心心的 再請多多照顧啊 雷哥祝福你就是退休以後一切順利 然後其實謝謝你為籃球貢獻這麼多 然後沒有你們的話 就是沒有你的貢獻的話 我們就是籃球也不會這麼的好 也不會像快樂到現在這個地步 然後就是謝謝你 然後你們 你巔峰帥氣的那一刻會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謝謝 雷哥我是從小看你打球長大的球迷 小球迷 然後就是從沒想到 就可以加入孟良家跟你同隊兩年 然後也謝謝你那兩年隊伍的照顧 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學長 然後也希望你退休之後能有更好的發展 Hey Gary Will here I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retirement As we all know that your body's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t probably really needs it I really enjoyed our one season together as being teammates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 did for us whether it was filling in when we needed you to step up big hit big shots hooking me up with all those pairs of shoes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 did I hope our paths cross again soon and I hope you have a happy retirement and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the game of basketball in Taiwan 認識你也16年了 然後這16年來看著你爭戰過無數的戰役 不管是國內的聯賽 或者是國際的為國家隊出戰的比賽 我覺得每一場艱難的戰役 你都很努力的去爭戰過了 那現在累了就好好的休息吧 你們有什麼要對爸爸說的嗎 爸爸辛苦加油 我掛到了一個既然 然後我再看一下 今天來看 三好同時 我看這2個魔法 幫你再加上軍藥